Hello 大家好 我是Gana Yenna 來到8月份 雖然已經是暑假的尾段 但以香港這個天氣 我相信大家應該還有很多機會出去玩 無論是去旅行度假 約朋友吃飯 或者約另一半出街 所以又是時候要燒大家買東西 這條影片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8月份我的最愛穿搭清單 今次我介紹的所有東西都是來自AIRSPACE 如果有看我很久很久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我一向都是AIRSPACE的忠實FANS 我真的從很久之前已經很喜歡在他們買一些連身裏 或者是套裝 好像我上個月生日在IG上發出那張照片 我穿的那套套裝就是我之前在台灣的時候買回來的 AIRSPACE一向都有很多不同風格的衣著 一些很適合你穿去度假的連身裏 又或者是休閒款 又或者是我身上比較斯文一點 很適合上班續穿的風格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我今次介紹的一些穿搭 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第一套就是我身上的這一套 上身仍然的BRA TOP叫做 極致爆雨寬肩帶BRA TOP 大家聽到AIRSPACE第一時間 相信就是會想起它們一些爆雨的產品 因為它們的很多上身衣 都是主打令到一些本身上圍不算很豐滿的女生 營造到一個非常集中3D的效果 我身上的這一件就是主打可以集中尾胸 穿的穩定性高和舒適親膚 它的秘密就是在它裡面的罩杯 它是沒有鋼圈 但是穿上去也是會非常舒服 因為它是用了一個防滑的免尿 所以它是可以加強穿上去的穩定性 不會說很容易走位的 另外它裡面有一個月牙型的墊 將整個胸型向內推 令到整個胸就會集中 除了旁邊之外 其實它下面也做了一個C型厚墊 可以托高胸 它中間的位置是做了一個強素三角網紗 這塊布料是沒有彈力的 都是令到不會那麼容易走位 另外就是腹乳這個位置 因為它的肩帶其實都是設計得很粗 所以是可以完全遮蓋腹乳這個位置 最後就是它胸前這個低胸設計 它是以一個V形去做一個弧度 讓大家的時覺效果可以更加集中 所以這件衣服其實時覺效果穿上去 都真的蠻誇張的 如果大家都是想試一些比較性感的穿搭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試這件BRA TOE 另外就是我下身這條短裙 它是一條裙褲 還要裂上皮帶 因為如果裙有時太短 大家都會很擔心會不會很容易走光 但你看它後面看下去 你就看到了 它其實是一條裙褲 所以穿上去也是很方便 又不用經常擔心走光的問題 它也是做了一個超高腰的設計 另外腰線這個位置是做了一個弧線的設計 所以令到腰的視覺效果看下去會瘦很多 前面裙這個位置是做了一個一片式的設計 所以有時就算坐下 可能大家會很擔心 大腿的位置好像經常都會很容易擠出來 但是這一片裙 它就可以幫我們遮大腿擠出來的肉 另外就是它的彈性很好 質料也是很舒服 春夏天穿也好 我覺得它真的很白搭 它連這條腰帶也很好 因為它的高腰設計 就算是一些很簡單的單品 都已經會很好看了 然後就是我身上這條波希米亞風的 藍色one piece長裙 其實這條長裙它本身是有兩種顏色的 我第一眼看其實我已經很喜歡它的款式了 我最後就選了淺藍色 因為我覺得除了它是很適合 去一些亞熱帶的地方旅行之外 就算是有時出去拍拖 或者約了朋友要去海邊逛逛 或者去夜餐 我覺得這款都很適合 還有為什麼我選擇藍色呢 是因為它上面有波希米亞的刺繡 刺繡是白色線來的 所以我覺得白色線撞在藍色裙上 整件事看上去是很漂亮 胸口這個位置就是做了一個心形的設計 有一點性感 但又不會說真的太過暴露 還有腰這個位置是橡筋款 看到嗎 所以很有彈性 穿上去也會很舒服 再加上它是一個超高腰的設計 所以營造出來的視覺效果 就好像胸以下的位置 都是腳 整個比例就會拉長很多 還有它整個都是蛋糕裙款 所以是很飄逸很有鮮氣 再加上它這些波希米亞的刺繡設計 我已經想好了 我下個星期去泰國 我一定會戴這條裙過去 你想想 如果在海邊去度假的話 穿這條裙真的超級適合 還有它整個質地都很舒服 這個布料穿上去一點都不會焗 還有就是它肩膀這個位置 都是可以調長短的 後面這個位置還做了一個拉鏈的設計 所以這條裙我真的超喜歡 另外這條裙我搭配了這雙糧鞋 這雙糧鞋是有兩個穿法的 因為它中間五金的位置是可以調校的 所以你可以當像拖鞋一樣穿 又或者將其中一條繩 拉到後面就可以當作是糧鞋一樣穿 你看到它的鞋頭是有少少橢圓形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的腳板是比較廣的話 都會適合穿的 另外你看到它搭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少少低搭的設計 而且它都是粗搭的 再加上它整個鞋底這個位置 都是很舒適很柔軟的 所以穿上我覺得都很舒服 再加上白色的這些款式 就會很搭配 穿很多裙或者褲都可以配得到 接下來就是一條裙 就是我身上這條髮色蕾絲的吊帶連身裙 如果你身形本身比較嬌小 又喜歡穿短裙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這一條 因為這條裙最好是肩帶兩邊的位置 是可以較長短的 所以不同身形的女生 其實都可以穿得到 它的質地是一個lase的漏空設計 有些波希米亞封起來 又帶一點髮色度戒的感覺 它空前這個位置 就是做了一個深型馬甲車線的設計 還有一個綁結在這裡 另外就是整條裙都是做了一些 勾織刺繡的花花 你看到它也是一個超級高腰的設計 還有裙尾這個位置是做了一個荷葉邊的設計 另外就是裙擺這個款式是一個散開的設計 可以修飾下盆的線條 背部這個位置是做了一個橡筋的設計 所以穿上去它很有彈性和很舒服 還有就是它裡面也有一層奈利在這裡 所以即使是白色 你也不會怕它是太透的 這條我覺得就算是穿去沙灘 去旅行 又或者平時穿出去的話 這件都會很好看 接下來就是我很喜歡的套裝 如果大家在買衣服的時候 你也很講求那個實用性 好想買回來的衣服 可以有多些不同的配襯方法 你可以考慮這一套 因為這一套它各自是一件單品 它可以分開上下買的 我身上的這件背心 還有下身的這條長裙 它的質地跟剛剛上一條介紹的裙是一樣的 都是白色女絲 先說我上身這件背心 這件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入博式設計 它後面這個位置就是做了一個綁帶款 而且你看到它這是一個高靈的設計 有些髮色風情的感覺 它上身這個位置你看到是有點漏空款 有點小性的感覺 但其實它裡面還有一層 所以又不會太暴露 另外就是你看到它下放這個位置 其實也是很寬鬆 襯這些高腰裙的話 就可以露少少腰位出來 又或者我覺得下身就算是穿一些高腰的短裙 甚至乎襯牛仔褲也會很好看 另外就是我下身這條裙 這條裙都是一個高腰的設計 都是可以拉長腳的比例 這條裙的長度 穿在我身上真的剛剛好 我是167cm 它的長度剛剛好就去到腳眼的位置 可以露少少鞋頭的位置 所以令整個人看上去整體的比例都會很好 腰這個位置就是做了一個綁帶款 這條裙穿上身都是一個很飄逸很優雅的感覺 而且它的垂墜感都是非常之自然 整個質地整個cutting穿上去都是很舒服很透氣的 我自己就真的一向私心都是很喜歡AIRSPACE的這些套裝 因為一套穿又很漂亮 甚至乎有很多套裝 其實分開用來配搭不同的其他單品都會很好看 然後又再轉一轉另外一個感覺 如果大家有買AIRSPACE的衣服 都會知道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強調身材曲線 還有就是要帶一些女人的味道出來 AIRSPACE的官網裡面其實他們還有另外一個支線 叫做AIRSPACE LADY 走的風格就是現在很流行的航風 會有些BRA TOP 又或者是現在很流行的搶裙 如果大家都是很喜歡這種Style的話 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這次都選了一些 就是我自己都很喜歡的LADY單品和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這條非常著重的線條的 背心款黑色魚尾裙 先和大家先說它整個很修身的cutting 它在背心袖口這個位置 它是做了一個叫做滑胸的設計 就是有一點點內彎進去 都會令到整個肩膀的線條好看一點 另外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它是做了一個雙腰線的 可以修飾我們腰的線條 令到整個身形無論是正面 或是側面 看上去都會更加立體 它本身裡面其實它是有一個空墊在裡面 但那個空墊你可以自己拆出來 還有我最喜歡這條裙是它的質地 這個裙是一穿上身之後 我已經覺得它很舒服 再加上其實它是很有彈性的 雖然它看上去好像很貼身 會不會很窄 但它這個質地是很有彈性 因為它用的是天絲面料 所以穿上身之後 感覺是很親膚 因為它也是很透氣很舒服的 還有這條裙不得不提 就一定是它魚尾裙這個設計 看上去真的會令到整個人的女人味再加強一點 加上這條裙 本身它已經是一個很凸顯到曲線的設計 所以這條裙絕對可以做得到那種很修腰 然後又有些高貴感的感覺 另外我選了的這雙鞋都很好穿 因為它的肘很粗 還有它都是一些很白搭款 很多日常的穿搭都會穿到 還有就是這一種肘 還有很簡單前面有一條帶在這種設計 就算平時穿其他短裙 或者長褲 很多穿搭都可以用得穿的 然後來到這一套 好 上身是比較鮮艷一點的 先跟大家說了我的上身衣服 這件其實是一件很基本的背心款 但是它最好在於 它胸裏面這個位置 其實它是連著一個胸墊的 但是它是可以拆的 如果大家是想穿回自己的bra 當然都可以 但如果是女孩子就應該明白 很多時候去到夏天 我們真的不會想另外再穿多件bra 寧願會買這些有胸墊的背心 穿下去又舒服又方便 再加上它這個布料 其實它的質地都是很有彈性 再加上都是很親膚 我選了這隻顏色是紅色 超級鮮艷 搶眼 夏天穿都很適合 之前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這些入博式的設計 是可以修飾到我們肩膊的位置 所以這些basic款的背心 我覺得夏天是必須要有一件 接著就是我下身這條奶茶色的水洗牛仔裙 這個裙做了一點點低腰的設計 所以它有一點點復古味道 今年是很流行的設計 再加上你看到它裙尾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一點點散開的感覺 是一個不規則的cutting 所以它其實走下去是會很舒服 不會說很窄 這條裙的質地其實都很有彈性 裙尾那裡還有一個鬆鬆的設計款 另外就是實用性都很強 因為它前面和後面都是有個袋子在 這條半截裙穿在我身上 又是剛剛好的長度 剛剛去到我腳眼的位置 露出鞋頭的位置 這一套就比較休閒一點點 普通出街都可以穿得到 最後就和大家介紹我剛剛片頭穿的這套套裝 AirSpace其實是有推出到一個輕車的支線品牌 Shaker Space 平時AirSpace給大家的感覺 應該是比較年輕 有活力 是很多色彩的 而Shaker Space 它的風格是比較成熟優雅的 所以都很適合一些輕熟女友 或者是OL穿的 我身上這件套裝是可以分開買的 先和大家說這件外套先 這款外套它們有出到兩種顏色 我自己選擇的這一款 就是一個比較淺橫色 這個淺色會比較清新 還有時尚感 還有它也是用了一個單排扣的設計 所以看上去整個感覺都是很簡潔大方的 扣左邊或者扣右邊都OK 另外就是你看到它整個cutting 都是比較寬鬆一些 所以穿下去這些位置全部都是很舒服的 另外就是它肩膀這個位置 都是做了一個小小的戰肩款 但是很薄的 穿下去整件事就更加有氣質 這些優閒一點的西裝外套 之前我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長度 因為它的長度一定要是剛剛好 蓋上屁股 這樣才會拉長你整雙腳的比例 這件外套左右兩邊都有一個袋子 所以實用之餘也是很有設計感 另外就是這條短西褲 這隻顏色跟這件西裝外套是同一隻顏色 所以穿出來之後 整體的配搭視覺上的效果很好看 但是同一時間都是可以分開穿的 而且它都是做了高腰設計 又是可以拉長我們雙腳的比例 它是一款直筒的cutting 所以穿上去是很舒服的 同一時間看上去都是會再formal一些 另外就是你看到它的腹腳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比較鬆一點 不會說貼著大腿 會令到我們大腿看上去是再收長一些的 而拉鏈這個位置 它都是用了相同顏色的布料 去完美覆蓋了拉鏈 真是最後了 就想跟大家推薦他們的兩款bra top 其中一件是我一身上穿的這件 這件的名字很厲害了 它們是叫做 零雀感舒適暴雨側爪就bratop 它們這款bra top 一件就已經可以做到集中承托 透氣舒適四個功能 好像這件bratop一樣 它裡面本身是有一個3D的立體軟墊 它這個軟墊是一個下口上薄的設計 所以它可以將胸肉集中在一起 另外就是因為它是一個無鋼圈的設計 所以我穿上身後就不會有那種押胸感 是全天穿著都會很舒服的 而且這個bra top是做了一個加壓設計 它的布料是用了一個叫做毛彈網布 所以它可以令到我們的胸形更加集中 另外就是它裡面這個位置 那條托胸帶是很舒服 也是很有彈力 它可以很完美地包托整個胸部 令到你是大動作 動來動去穿整天 它這個位置都不會移位 它內層的設計是一個很舒服很透氣的網布 在夏天的天氣穿 完全不會覺得很焗很不舒服 所以這件bra top也很推薦給大家 另一件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手上的這件內衣 它的名字就叫做 Double Push 深V 低隻深毛廣圈內衣 剛剛也有跟大家說過 Air Space的一些美胸暴雨產品 一向都是很有名的 它們的泳衣我自己也有買過 現在它們推出了這一款 功能是一模一樣的內衣款 如果你本身都很不介意 展示你的身材 或者你可以穿得性感一點出街 其實這一件你也可以當bra top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bra top 它裡面這個位置做了一個 四分三的低隻深杯形 穿上去之後 你可以展示到整個胸型的最佳弧度 還有就是它這款專利杯墊 它可以將整個胸型由內到外集中托高 另外就是它的質地是很舒服很親膚的 它們是用了一個七孔透氣的布料 所以在夏天穿你都會覺得很舒服 一些都不會覺得很焗 而且它不是叫做Double Push 就是因為台灣叫這個做撥撥杯墊 穿上去之後可以令整個胸型更加集中更加漂亮 看上去真的是360度零死角 就算在旁邊看 它的圓弧形也是很漂亮的 它旁邊這個位置有這個月牙墊在這裡 所以在我們旁邊平時我們最怕的腐乳 那些聚肉都可以全部撥在它中間 集中在一起 它們後面這個位置是一個隱形的背靠設計 可以很穩定地包覆整個胸型 你看到它這個布料都是用了一個網布的設計 所以它是很舒服很透氣 還有這個位置是用了一個防滑布 所以穿上去你都不會很容易怕移位 最後就是要說這條肩帶 它肩帶這個位置是可以有一個交叉的設計 你可以自己扣著它 變相如果有時穿一些比較入薄的衣服 你不太想看到這條帶 你又可以在中間這裡扣著它 或者有時我覺得這些黑色的右帶 就算穿上身之後 露出來之後 其實它也很像一件bra top的帶 所以一點都不會尷尬 所以這件bra top也很推薦給大家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套衣服 其實這麼多套我也很喜歡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我選一套的話 我最喜歡就是上身入薄 整套白色LACE 然後上身是背心 下身是長裙那一套 因為那一套真的是我第一眼 在他們網站看到 我已經很喜歡 我那一套都是很fit size得來 又有一種很浪漫 好像真的可以穿去希臘 在街頭散步的感覺 而且因為它上面和下面那件 都可以分開穿 所以我覺得都很實用又好看 這次這條影片 我都有預備到一個give away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到下面留言區 看一看我的玩法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次的影片 還有記得要去下面的參加giveaway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